如果你是来查询某些资讯的朋友 请直接点到我的描述栏 点到你要的问题点来观看吧 可如果你是想要学习 怎么样做书本的reference 论文的reference 或者是做一些宣传单的reference的话 就把这个影片看到最后吧 大家好,我是波罗生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朋友 我频道正在推出一系列 关于我怎么做reference的分享 所以如果你对这类资讯有兴趣的话 就别忘了订阅我 以及打开小铃铛哦 并且你也可以看我之前的几部影片 来看到底APX是什么一回事哦 就像我之前的影片说过的 一般的大学生在做reference的时候 其实你们会用到的格式是寥寥无几罢了 所以这一期我就会挑一些重要的 像是你们常见到的书本怎么reference 或者是论文的时候 如果是遇到master的 或者是PhD的论文怎么赛 已经到最后就是怎么样做宣传单的reference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进入释放吧 好了,我们先从书本的reference开始说起 那你现在需要一本课本吗 需要一本书本 那我就找Talesbook PDF 然后我找这一本 那它是直接一本课本的PDF了 700多页 但是其实你真正需要的资讯 你差不多就在签线这三页 它就会交代清楚了 那我要做的事情是先看我需要的资讯是 比如说我需要作者名 这里一定有作者名嘛 就一个它也不会很奇怪的名字 所以算是容易处理 然后就挂股年份 年份的话我就需要看它是06年 这是copyright08年 那copyright就比较准 然后到它的名标题 标题就不会很难了 就是大家要注意这个P是要消息哦 就是只有第一个就是大学 那是第几个edition 书本很多都不是第一个edition 所以就不是第一个edition 所以这里有写着这九个版本 立体里面 然后它的标题是选拦离着 就把它拦离起来 然后就到它的publisher的名字了 那publisher的名字 这个是作者他从什么学校毕业 或者是他现在在什么学校任职 就一般上这个大学名字是这样 那我一般上会把这个当作是publisher 就像journal name也是有journal的 但是他这里其实有写着 他的publisher是叫这一个人 我就蛮好奇为什么是一个人名 这是一个人 然后他是在sagpublication这里 作为vicepresident 所以是一个人 那我就比较好奇 我是需要side这个publication 还是这个人呢 那我不是很确定嘛 我能做的事情就是 我也在上确认 其实做这个reference比较好 它就有点像侦探 那我大概如果当时search theory of personality 很可能找不到什么答案 因为它有很多个版本 所以我就会把作者名字 加上它的digiedition 然后放上reference 一般上比较可能出现我要的答案 那我就会看到description这里 哪一些是比较像在做reference的 然后看到这里有这个看起来也不错 这个 这个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资讯可以用 那第一我看的是它有product details 它放的日期是08年没有错 那它的publication有没有 其实是engage learning 好世界更加混乱了 有更多一个的这个publication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开始我以为的这个thompson worksworth 跟这个michelle study 跟这个是engage learning 然后这里它也是说是thompson worksworth 那这里呢 这个就没给了 那我会倾向的做法是 这种它可能是有两个出版社都有出版过这本书 可能啊我也不是很确定 那我会倾向做法是 我这本书既然它也写 这是thompsonworksworth 我就跟着这个 所以我就用这个面 然后出版社名字就跟着它的写法 就大写就跟着大写 好 那到这时候一般上要加上UI或者是UI 但是书本比较特别的是书本很多是有实体吧 就是你真正的实体书了 像这里它就有free shipping 它是要等你记过来的 这里也是有它的 是hardcover的书 所以当它有printed 就是已经印出来的书的话 只是不需要放dui或者是url 我们是根据书本 实体书上面怎么塞 我就怎么塞 所以我们是跟着它 既然就不用放了 那这时候 有些朋友会问 为什么我这么傻 不要用FPA Generate Machine 那我试试给你看 我平常用sidefast的话 真正做多APA的朋友可能就会比较清楚 你用种generate machine 你过后还是要把它调整过 就它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 但是我把这个名字放下去 但如果你在学校完全不care你在做什么 你随便放个都可以顶过去的话 当然我建议你这个 快很多 那这representity有很多本 我们就看到这个才是作者的 那你看到它有几个错的 printed version 不是它 我是网络版本 然后2012年 08年 然后synthes learning 这个也不是我要的结果 edition它也没有贴 就其实到最后我什么都要贴的话 如果我已经书写了 我当然是用手写比较快 比较准确 所以这个就是书本的reference 我做了 那刚刚也有一个疑惑 就是在cover art这里 有06年的 有08年的 cover art 是当然不对的 那 有些地方它其实会有说到 其实是07年 像这里 publication date 是07年 那既然有07年 08年 copyright year 是08年 我到底应该跟哪一个 如果是APA的第七版本的话 它在它的手写里面写清楚 书本是跟着copyright的年份 而如果是论文的话 是根据它的volume 也就是它刊登的那一年的年份 是什么 所以搞清楚这两点的差别 很重要 如果你的APA是做严谨一点的话 好这就是书本的reference了 接下来就到第二种 论文里 而今天谈到论文指的是master thesis 或者是PhD的dissertation 如果是普通公布的论文的话 你看我上一期影片 你就可以找了 怎么做了 那么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比如说我找一个 心理学很常见的格式 然后 都是用pdf找了一般上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片了 长长的论文 然后它是master的theesis 怎么辨认这件事情呢 第一它是有写着是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所以它是一个master的theesis 然后就开始拿它的资讯来做 可以说它的名字在这里 作者名 欧书 Benjamin 刮胡 年份 2014 然后再到它的名字 哇好长啊 好长啊 然后点这个就是sub标题的 所以 副标题的话 副标题的话 在一般上都会用 就第一个词也是会大写 然后这个是 那是地方名 那我就只有第一个字大写了 in the western region ok这样我表表题写好了 其实然后我就要挂胡 它是master的theesis master theesis 然后标题我也是需要做italic 然后一般上到这时候需要sauce name 就是一些theesis 或者是一些dissertation 它们一般上会在学校的某个database里面 但这里它没有告诉我 它有没有在什么database里面 我也看不到在哪里嘛 所以我在我没有这个资讯之下 我就只好空着它啦 那个空着也还好 然后我就会放上url上去 好这样就完成了 现在到第三种啦 也就是宣传单 就是broschure了 broschure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现在先找 parkinson disease broschure 都是心理学的题目啦 因为我心理学系嘛 比如说我选这一个 好进到来了 那一般上我先要确定它是broschure嘛 那当然看样子 你可以大概猜得出 但是你要真的很确定它是broschure 这一款的话 你可以看它里面有没有写 比如说 这里有broschure was provided by 所以就有它的 就确定它是一个broschure了 然后我就会做第一个 它有没有作者的名称 一般像这种没有 它都是组织的名字嘛 那我就会放组织的名字啦 因为组织的名字 所以我大写那些就跟着 然后就挂胡 嗯 它有没有给年份 一般上broschure这种 要找年份是非常难的 它们多半都不会给 所以如果真的没有给的话 你就直接放noted就可以了 再之后你就会到它的名称 它的标题是basic information about 好 因为这个是特别名词 所以就会用到 然后我一样会挂胡 然后写broschure 然后会 因为它的来源 原本是需要那个source name 然后因为它的来源是同样的地方 都一样是作者的名买 所以就不需要重复写了 我直接放上url就行了 所以这样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这三个直接copy到我的 嗯 reference里面 然后就可以用了 那这里还有大家注意一点是 像broschure这里 因为我用的是组织的名字嘛 组织的名字 还在做citation的时候比较特别 像是这个 American Parkinson Disease Association 的话 有些组织它们会有缩写 比如说它的名字有缩写 whor就是一个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缩写 那有缩写的话怎么办 它一般上会是有 挂糊 APDA 这样子 所以我在做citation的时候 第一次我可能是写 American Parkinson 我先写全名 写全名之后 然后逗号可能2018年 这个如果是Parentetical Citation 如果不知道Parentetical Citation是什么 可以看我上一支影片 然后第一轮citation会这么做 那在第二次的citation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中缩写了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不是每一个组织 它都有缩写的名字 所以要注意 像这个有 是因为它自己都有放缩写 所以我就可以照用 有些组织没有缩写 就拜托大家 不要随便给它取一个缩写名了 好 所以在这里的话 你下一轮就用缩写名字 就可以做好citation了 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作者是organize 就是组织的名字的话 大家要注意一点 好了 在你们看完我的示范之后 相信你们可能还有一些疑惑 那么欢迎你们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 这样我可能在留言区回答你们 也可能在之后影片一次过回答你们 不仅如此 在我的影片的描述栏底下 也有放了一些大学他们所做的APA手册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也可以下载用 那些都是在网上公开给大家使用的 最后我影片这期影片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